Akinza想問 他的700是666元 他說他買了五手 甚麼位置再溝通貨好一點 暫時就不要溝通貨 當然你的抹價跟現在差不多一半 好像如果這樣說 現在買多一柱 就可以拉低到均價一半 但問題你也要看有沒有上網空間 因為就算我當你現在入場買多一柱 一模一樣也好 五手也好 拉雲來說可能是五百多元 現在說真的有沒有機會 由三百多元一旦彈回到五百多元 讓你退出或是賺錢 我覺得機率還是比較大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 機率還是比較少 所以這樣計算 就不會太建議這些位置去加注或買 但我發現你七百多元 其實如果從一個可能要定一些 指示角度來計算 現在就是過了 所以沒辦法 我們我想舊的就暫時拿著它 但如果你有新駐的錢 我寧願你可能選擇其他的股份或板塊 會比較好過再硬勾勾騰騰訊 因為再加上本身 我想整個騰訊也好 新經濟板塊也好 其實過去都說過問題 一來當然監管 一來本身見到很多隻的盈利增速都慢了 騰訊更加是 基本上沒有增長 沒有增長 自然的股值就不會有一個調高 所以我覺得極其量 都是這些三百多元 可能繼續爭取 但是是不是可以升得太高 要很長的時間 我覺得這件事來說 就不是太值得現在這麼問 再加多一注 去令到這樣坐著線 你呢